先带走 小糖果是要赢了 将为首次出现准职业牵准备 我通过要玩家速机般的场面吗 不 你应该说还是一个萌新玩家 没错 斗魔师在浮空状态 这一击几乎没法闪避 斗魔师竟然闪过了 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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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开 斗魔师竟然闪过去了 太不可思议了 竟然被闪过了 凑巧吧 竟然躲过了 这个毫无过就又红到眼皮子底下 竟然毫发无伤地躲过了 这个闪走简直可以说是职业水准啊 有人上场帮的 正常发回吧 那会是谁啊 你仔细看他厕所 预判的方式 还有实际的把握 像不像一个人 那个响 真的是那个不要脸的 自动心太响了吧 所以才输不起 看好了 什么 浮空四连四 漂亮 这个战斗法是果然不一般的 漂亮 浮空四连四 浮空四连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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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魔师的攻击行动太快了 韩炎柔毫无关手之力 刚才的血量优势马上就要没了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韩炎柔将输掉死蛋 哪有那么多 韩炎起身 我们看到洞魔师并没有想要让步 他才逼近韩炎柔强龙压 什么 在技能释放的最后一刻 他竟然取消了 但没龙牙 韩炎柔只掉了百之一的血量 天机又打掉百分之二 这个斗魔师到底在想什么 韩炎柔并没有放弃 操作角色其身 冲向斗魔师 现在反击了 又一个龙牙 斗魔师又是用小技能 消耗掉韩炎柔百之一的血量 快看 是 你真打 你 你 你看他在干吗 他才有小专修务员呢 在赛场上 正要折辱自己的业余对手 家是真无法丢脸 细耍一名业余玩家 这场人有资格进入职业楼赛 你有没有搞错 你用的什么招 你这不是侮辱人吗 老黄师依旧在用小技能 一点一点地磨唐柔的血 难道他人情这样 真的一个新人吗 这点太羞辱了吗 那韩炎柔没有放弃 他还在不停地寻找 反击的机会 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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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篮柔除了 摆住十的血量 让他来现在要书好 结束了 蓄力 又是豪龙破军作为新人 韩颜柔恐怕很难复制 刚才的操作闪避掉 什么 太精彩了 韩颜柔竟然真的避开了 韩颜柔竟然精确地避开了这几 豪龙破军 是啊 韩颜柔竟然躲过了绝杀累计 看来这边也有神秘人登场了 什么情况他竟然躲过了 傻瓜子 一场观众互动赛 竟然如此精彩 双方的操作都比较快得很多 这样的节奏有种职业连开的感觉 直动模式血量还有领先 但双方都已呼吸 如此焦出的局面 谁知道 你觉得双方接下来会怎么处理 一击必杀 在这种局面下 只能靠大招将对方带走 否则小技能够换 在洪雪的状态 谁都没有十足的把握拿下主带 是 浮龙翔天 双方连事开始时报浮龙翔天 看来有神一击必杀 带走他 你再马上就奔出成功 被你说中了 双方同时发动 胜败再成一举 不好 好 韩燕柔的浮龙翔天打通了 让我们恭喜斗魔师 什么 斗魔师血量清空 韩燕柔竟然赢了 什么情况 竟然是斗魔师率先阵亡 到底发生了什么 观众朋友们 刚才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 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么接下来我们跟着曼庆头 一探出去 好 双方的浮龙翔天同时出手 韩燕柔和浮龙翔天同时闪避 什么 韩燕柔的浮龙翔天突然转向 都不是并没有躲开 是龙翔天同 韩燕柔竟然使出了龙翔天同 获得这真的是龙翔天同 太明明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 韩燕柔 竟然打了龙翔天同 那是龙翔天同 获得龙翔天同 让我们恭喜韩燕柔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这层竞选没了吗 没场比赛 我都拼尽全力 难道真的就这样放弃了吧 放弃 不代表认输 我 别道歉 当了头兵 那就明年全兵兴建了 走 触体 我们就会反胆 任何任务 都表示放弃 你和我 是在云端上 是在尘埃中 拼尽全力胜防的萤火 每晚如此传说 却虚实传说 一朝汹涌 勿忘十年之拙 这一阵妙容死我了 大神 叶冲大神 叶冲大神 叶冲大神去哪儿了 叶冲大神去哪儿了 刚刚 走掉了 对 我 你 她 胖子 你 我 不是 我 我 要 老板 专门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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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吗 老板 老板 感谢观看